OK OK off the line it's pretty nice let's see big boy 用心介紹車內設備 一人王陽明在東區開箱這價值900萬的昂貴名車 但開下高架道路後 王陽明把試車地點轉到台北市車輛極高的中校東路上 過程中不斷加速還按喇叭要求讓道 這時速還一度飆迫到80公里 甚至有朋友駕車時駕駛人還不斷轉頭聊天 這也讓網友忍不住開罵 點出王陽明和友人不僅超速轉頭聊天 坐後座還沒系安全帶有三大迴歸 整段試車影片放上網後被網友罵爆 警方也回應會要求駕駛人道案說明 若違規確實將會開罰 不過還有人眼尖發現這簡直 王陽明的社群上時不時會分享和妻子蔡詩雲的日常 但卻已快半年兩人都沒同框 甚至連互贊也沒有 網友猜測會不會是感情生變或分居 但不管是感情或是交通違規 求證王陽明經紀人都沒有獲得回應 三大新聞江柏偉 蔡俊錡台北報導 藝人王陽明時常在自己頻道上拍影片分享名車或精品名表 只是19號晚上卻突然開嗆 瑞士知名品牌手錶AP 把它列為拒絕往來戶就連品牌活動也被取消 這次牽扯的爭議就是這支全球限量萬表 品牌方不滿手錶本來都注册在王陽明名下 不懂為何突然換主人 又因為多年前王陽明無償在節目上轉發好友賣表資訊 正巧也是AP的表款 品牌方認為王陽明藉此轉賣圖利 一連串行為直接將它列為黑名單 如果我再兩年再維持一些東西 如果想要賣給你的品牌 你還會生氣嗎 專業人士分析表談本來就有潛規則 轉賣限量表示品牌方的大忌關鍵原因出在這 你買他的表你是熱愛他們家的品牌 不是買他們的表來操作來磨砵 寫完你的基本資料的同時 他就把你key單key進去他的電腦裡面 如果突然賣了 他們一定會知道當時買的人是誰 實際致電AP總公司解稿前尚未得到回應 只是各大明表品牌幾乎都不樂見 銷售群轉賣或圖利 目的是為求鞏固銷售市場 王陽明這回成了AP永久黑名單 但他也強調花錢操之在擠 任何品牌都不該掌控他的權利 您好這是明表市場裡面比較強壽的集中款式推薦給您 明表一字排開總價值突破百萬 愛表人士屈之若物要的就是 明表上手成了奢華象徵 但要想將這份奢華納入收藏 不只得口袋夠深 明表界的潛規則也得遵守 你今天要買這個表 你喜歡的熱門的表款 你就必須要去多消費一些 就是等於說你多做一些業績 那這樣他就會優先的把那個表賣給你 明表買賣存在配表文化 尤其熱門款式搶破頭 要想先一步購買還得自掏腰包 先買其他品牌手表 甚至還有積分制 這個積分的制度就是說 當你買一些他們比較賣不出去的手表 然後達到一定的積分 那就可以買這些流行款式的手表 行家透露又想達到積分 多買一到十支配表的人都大有人在 但這些配表通常都是銷售不佳的款式 事後想拋售還得消價出售 你賣給中表行 中表再賣出去的話 那可能是中表跟你售六折 中表行可能賣出去賣七折 因為配表原本就是大家不認可的款式 儘管各大廠牌名文禁止配表文化 但收藏家們依舊趨之若鶴